我们现在正式开启本季 天赐金曲争夺战 让我们欢迎 很特别的音乐人 为我们场上的每一位 加油补劲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加油 是来踢场的 唱得太好 圣上指数齐齐来来 一直是风吹过我的侧脸 让我一次爱的口 太开了 真的是大惊喜 就感觉她在舞台上在飞 至此天赐的声音第三季 所有的表演全部结束 感恩有音乐在我们的人间 作为这个群体的其中一份子 我觉得非常的骄傲 是结束也是开始 希望我们所有的歌声 都可以一直陪伴你 音乐永生青春永不散场 天赐的声音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末期 而这一次 官方也是早早就放出了预告 供大家提前欣赏 说起来还是有点舍不得 这一季的天赐 是我为数不多 七期都追完了的天赐 或许是因为周深 或许是因为这一季 没那么作妖 总之 单就音乐惊喜来说 这一季的每一期 都让我期待 最后这一期 看完预告之后 我就已经觉得看顶十足了 一 嘉宾阵容豪华 首先要说的是嘉宾阵容 既然是说官之战 那么嘉宾阵容自然不能差 特邀合伙人 刘希军 李玉刚 音乐挚友 唐汉潇 Ricky 飞行音乐合伙人 高嘉朗 宋宇宁 张远 徐一阳 以上很多歌手 将作为开场表演 来为常驻歌手们进行加油 张碧晨也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歌手们的表现 二 周深和张绍涵 一路生花 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花 不在天空等海又先走他 遥远的凡人风浪排大 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 演奏的风沙 启息的天涯 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 时间的手 扶过了脸颊 她们谁都沉默不说话 我希望虚光的愿望 一路修华 护送那时的梦的当过风霞 指尖的樱花 如实现谁的笑话 疯狂的热爱 夹带着蚊羊 希望虚光的愿望 一路生花 将那雨中的人 藏在屋檐下 岁月在冲刷 你流沧桑的喧哗 安静的夜晚 你在想谁吗 爱你 爱 你被睡的天涯 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 周深和张绍涵这一次带来的是一首热门单曲 由温一新演唱张博文作曲的《一路生花》 虽然两人经常在节目中互怼 不过在之前节目中 周深也表示想和张绍涵合作 可以说在音乐盛典舞台上圆了他这个梦 张绍涵和周深在副歌部分的嗓音和声交错 张绍涵负责主旋律 而周深则负责和声 两人唯美的嗓音让这首歌曲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期待周深和张绍涵能够让这首歌曲的主歌 给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两位长得不高却很励志的灵魂 一男一女真的好喜欢 张绍涵一位15岁出道挣钱养家 看见人生冷暖几经起落的资深歌手 周深躲在屏幕后唱歌的小小少年 顶着世俗的偏见恶意经过自己的单打独斗 成为新盛代的领军唱将 他们用自己小小的身躯 不干命运的励志灵魂 用他们自身的人生感悟 温暖而坚强的告诉大家 不要怕熬过去 战胜痛苦 每一天都将是新的一天 他们是真正的时代的歌者 他们的歌声超越了唱功层面 他们成就了音乐本身的意义 因为他们比别的歌手多了一份勇敢 用歌声中传递力量 用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去鼓舞更多的人 二刘希君和唐汉潇逝去的歌 这是旅行团乐队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主唱的嗓音让这首歌曲非常温暖 这首歌曲的改编难度很大 但从预告爆出来的片段来看 唐汉潇和刘希君选择了将这首歌曲改编的更刺激一些 副歌部分矛盾突出 两人合声交叠 有了唐汉潇的存在 想来这次改编不会让人失望 三 胡海拳 让我一次爱个够 单从表演形式来看 大概率会是唱跳 看来胡老师这是彻底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玩起来了 看完上面的介绍 大家是否期待新的一集《天赐的声音》呢 现在我们采访的呢 是我们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的我们的好朋友 周深来跟好看中国蓝的观众朋友打个招 好 欢歌好 好看中国蓝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周深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在这个舞台 目前为止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我 就是 变勇敢了吧 变勇敢了 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了解到了我们的音乐 常驻的合伙人 像之前我就觉得冰冰老师就是大家一样想的那个标签 超级魔王 编曲大魔王 但你后面发现冰冰老师一个极其敏感 而且非常暖心 而且是说话非常非常 角度非常非常让你亮眼的一个人 就是他说说话你都会觉得啊 怎么这么会说话 就怎么这么会写的这么会唱歌 这么会编曲的这么会说话 就像安教老师大家都觉得啊他会一个 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力量感 但你后面发现他也是个非常温暖 每个在这个舞台上的人 都是因为音乐相聚在一起的 嗯嗯是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你看他这么大的魅力 看到更真实的音乐人看到更真实的周深 看到更多的作品 请关注天下